看到一屋出货这么的火爆 那么想起来 中国毕竟还是世界工厂 但是中国很多的外贸输出 现在被美国对立的分为卡关 欧洲各国有一个高度的共识 叫做去风险 风险就是来自中国竞争 欧盟峰会刚刚结束 27个国家共同讨论 怎么样应对中国 除了确立中国 还是欧盟的合作伙伴 也是竞争者 也是体制对手 这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立场 而且把降依赖去风险 维持供应链的利益 放在和中国互动最重要的自立位置 荷兰针对半导体的设备 祭出新的出口限制 而欧洲加强跟日本的半导体合作 美日欧借着去风险的共识 维持自己高科技的竞争优势 确保所谓供应链安全的态势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 30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闭幕 整场会议的主要议题 就是讨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明确凝聚应对中国方针 会议公布的文件 除了对2019年所提出 把中国视为欧盟的合作伙伴 竞争者以及体制对手的 三位一体立场 进一步确认之外 更首度在峰会表明对台海稳定的立场 明确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 改变现状的企图 会议所达成的最重要一致态度 就是去风险与分散布局 欧洲各国表明在与北京保持交往与合作的同时 更要降低对中方关键性的依赖 提出去风险这个说法的 欧盟支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强调27会员国对于去风险 而不是脱钩 已经建立高度共识 德国总理肖茨也重申 减少战略依赖 可以让欧洲各国更务实地应对中国崛起 河南政府上个月30号宣布新管制措施 从9月1号开始 包括全球半导体设备巨头埃斯摩尔在内 所有的DUV曝光机从荷兰出口前都必须获得许可证 这个规定比此前只有先进制程的DUV出口 要获得许可还要严格 尽管新规定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中国 但官方坦言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 明显是呼应了欧盟去风险化 同时捍卫供应链利益的立场 欧盟4号还将与日本 针对晶片供应链的发展签署备忘录 除了促进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交流之外 欧盟也对有意赴欧洲发展的日本半导体公司提供协助 借以深化欧洲与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 提高彼此在晶片等高阶科技上的实力 至于在限制出口上 日方则是早在5月底就已经宣布 对23种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寄出限制措施 并从本月23号起生效 美方则是早在去年10月就开始 逐步加强对中国的晶片设备与技术出口管制 并且积极拉拢荷兰日本的盟友参与 如今还要再收紧高科技出口管制 加强对AI晶片的出口限制 连运算速度比较慢的型号都禁止出口到中国 拜登政府还计划透过行政命令 限制美方资金投资中国的高科技行业 相关命令准备在美国财长叶伦 本月6号到9号的中国访问结束之后才可能宣布 北京当局一方面把各国在高科技竞争上的作为 通通指向是美方煽动拉拢与胁迫 另一方面大陆总理李强与副总理韩正 先后透过自家主办的国际性论坛 包括6月底的夏季达沃斯以及2号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 积极向国际喊话 在西方有些人在炒作所谓的降依赖去风险 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看这两句话 去依赖降风险就是一个违命题 去风险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 当前欧盟与美国日本在供应链的合作越来越紧密 去风险共识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北京当局喊话有多少效用 能否分化美欧的结盟关系 只有时间能够说明 TVBS新闻综合报道